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好了 什么好了 都不行的 一定要智慧 希望大家呢 活着要有智慧 人一定要为别人活着 你才会越活越有智慧 整天为了自己 为了一点私欲 你活的时候 人家不喜欢你 你死了 人家也没人怀念你 所以一定要学菩萨 一定要好好地修心 能够帮助别人的人 就是有缘分的人 有个人问我 师父啊 我一生为什么一直没有贵人呢 台长告诉你 你身边的人为什么没有贵人 因为你没去帮助别人 你今天去帮助一百个人 如果有二十个人回馈你 你就有二十个贵人 如果你去帮助一千个人 会有一百个人来回馈你 你就有一百个贵人 所以多多地帮助别人 那就是佛法界讲的慈悲 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 我们学心灵法门的人一定要好好的 心要干净 心灵要纯洁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的学佛首先要爱自己的国家 要爱国爱民尊纪守法 每一个人要懂得我今天所布施出的所有的佛的力量 和自己的努力都要反馈回社会 要反馈回国家 要反馈让世界更和平 所以台长在新年 中国新年将要来临之际 祝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家庭幸福 工作圆满 学佛精进 三天跟大家在这里非常的愉快 也希望大家能够得到更多的能量 我刚刚一直在求观世音菩萨 求我们伟大的佛陀 还有 没想到弥勒佛也来了今天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努力 菩萨的加持离不开 我们人活在世界上 有时候人算不如天算 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 我告诉你们 你们记住了 人在做 天在看 好好的学佛 你一定希望永存 希望你们每个人坚持努力 去攀登自己心灵的高峰 谢谢大家 还有两个礼拜就要过我们中国新年了 希望大家年三十晚上好好烧烧头香 我告诉你们 菩萨非常灵 有的人在我们这里刚刚投降烧好 当天就灵业 菩萨保佑啊 菩萨保佑我们啊 好好地努力 你们都是好孩子 这个社会需要好人 这个世界需要善良的人 需要大家好好的共同的努力 来维护这个整个地球的和平 人类的健康 精神健康也是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精神上也能得到更多的充实 能够得到更多的菩萨的善良的理念 好好学习 好好修心 希望你们越来越好 祝福你们 菩萨保佑 谢谢